Happy Happy Baby Baby 唱歌跳舞动动玩玩游戏 憨你憨你 咕哩咕哩 摸摸玩玩乐 学习好开心 不要老板猜一猜 没有问题不能够解开 动一动手交玩个游戏 从早到晚都充满光临 摸摸玩乐 摸摸玩乐 越玩越快乐 耶 大家好 我是大树哥哥 大家好 我是樱花姐姐 今天要跟小朋友一起 唱歌跳舞玩游戏咯 在唱歌跳舞玩游戏之前 先跟着我们一起动动身体 做做暖身操 跟着我们动一动动动身体好开心 蹲一蹲 暖身活动开始咯 怂怂肩膀动一动 扭扭屁股摇一摇 画小圈再一次 画大圈再一个 大翅膀变出来 弯弯腰 换一边 大翅膀变出来 弯弯腰 跌跌脚 把手伸高 嘿 哈 嘿 哈 再一次 把手伸长 嘿 哈 嘿 哈 跑一跑 勾勾腳滑拳 一 二 三 四 再一次跑一跑 加加油滑拳 一 二 三 四 双手打开 完成了 哇 做完暖身活动之后 身体是不是都暖起来了呢 现在赶快跟着我们 还有萌萌一起 玩完了 一起玩游戏 小朋友 来玩游戏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红妹姐姐 大家好 我是泡芙姐姐 泡芙姐姐 我们今天要来当 章鱼烧小师傅 等一下我们要玩的游戏 就叫做 小朋友会两两一组 做即时的接力赛 好 待会第一位小朋友 就拿起我们的汤匙 装十个瓶盖 再帮我滴过来 给第二位小朋友来接力 第二位小朋友 可以直接坐下来 并且拿起我们里面的瓶盖 把它想像成是 章鱼烧 一个一个放在我们的 鸡蛋盒里面 那记得我们要凹面朝上 放满了之后 再拿起旁边的筷子 把它一个一个地 翻面 翻面 全部都翻好了 就算完成 那两组看谁比较快完成 就算获胜了 第一组 預備 开始 四 捞出十个 六 还有 七 最后两个了 咕咕加油 好 我帮我传给旁边的 传给你的队友 信仰 好 信仰小师傅 我们可以准备开始烤我们的章鱼烧了 嗯 没错 加油 加油 有凹面朝上 好 看哦 需要一点小技巧哦 哦 有越来越顺哦 等一下 加油 又翻过来了 想个办法 可以可以 换个面 哪个角度会比较好放进去呢 很厉害耶 它有从前面的 也有从后面 还有从旁边的 来 我们一起喔 我们一起试试看 固定住它 固定住它 放过去 来 成功 再来一个 轻一点 轻一点 好 胖虎姐姐计时 这一组完成的时间是 3分36秒 帮她们拍拍手 好棒哦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看下一组了 好 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组 有我们的 炎痕还有妞妞 我相信她们已经准备好了 预备 开始 妞妞非常地仔细哦 加油 加油 有没有10颗了 有 好 那我们可以运过来 给我们的 章鱼山小师傅炎痕 对 记得要凹面朝上 烟痕也是一颗一颗慢慢放进去 很快就快放完了 原来妞妞刚刚捞了11颗 多捞了一颗 好 没关系 那我们就把上面的10颗章鱼烧 都把它翻面吧 可以 感觉烟痕很厉害耶 很好 已经过一半了 加油 加油… 看起来速度非常地快哦 加油 剩最后两个 完成 恭喜这一组 那她们花费的时间是2分45秒 帮她们拍拍手 好 中间几盒 这个游戏真的非常好玩 又很有趣 在家里也可以简单地 取得这些材料 去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练习看看 还有什么小技巧 尤其是在翻章鱼烧的时候 我看小朋友都很认真 很专注地去操作这个过程 相信也可以训练到 小朋友的手部肌肉 这个游戏看起来这么好玩 我也想玩玩看 好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 来吧… 好 你们帮我运章鱼烧过来 那欣杨先好不好 欣杨你先饶 好 好 好 我喜欢跳舞 水天姐姐来问问看小朋友 你们喜欢过生日吗 妈妈喜欢过生日 可以邀请好多好朋友 一起来玩 过生日真的好热闹 还可以一起分享好奇的蛋糕 让我们一起来准备生日派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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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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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派对的主角 祝福你健健康康 都平安 生活幸福要美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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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小朋友,找找看 这些物品中哪个是圆形的 放大镜是圆形的 小朋友,你答对了吗 动动眼睛 休息一下 更好看的节目 马上回来 从早到晚都充满光临 猫猫玩玩呀 我是金头脑 嗨,我是猫猫 我是亮亮 亮亮,你最喜欢 坐哪种车子呢 我想想哦,坐在车子里很舒服 搭机车也很好玩 自己骑脚踏车也不错 所以我通通都喜欢 看来今天的观察力游戏 应该考不倒亮亮哦 那当然啊,亮亮我从来没有被考倒过啊 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游戏 那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游戏吧 这是美丽的街道 有好多好多的树和好多不同的车子 有脚踏车 有脚踏车,机车,还有汽车 等等就要请亮亮和小朋友 一起来找出指定的车子和数量 一定很好玩 莫莫,赶快出题吧 第一个任务是 找出这六辆脚踏车 而且骑车的人也要一样哦 这看起来不难啊 就是红色的脚踏车啊 骑车的人也是穿着红色的衣服 戴着红色的安全帽 OK 亮亮和小朋友 你们再仔细地看一看 红色的脚踏车 其实很多很多哦 真的耶 没关系,先冷静一下 我们需要从红色脚踏车里 再找出穿红色衣服 戴红色安全帽的人 没问题的 小朋友,快跟着亮亮 一起来把这些脚踏车 找出来吧 先找出红色的脚踏车 再来确认它的衣服 是红色的 我已经找到了 1,2,3,4 这一辆是穿蓝色衣服 不是我们要找的 但这一辆是穿红色衣服的 所以是第五辆 最后一辆在... 这里 六辆红色的脚踏车都找到了 这体有一点点不容易 但是亮亮都找到了 好厉害 那我们再来挑战下一个任务吧 要找的是这个轮胎 要找出这种款式的轮胎 一共10个 这个轮胎是什么车子的轮胎呢 是脚踏车 机车 还是汽车的呢 等等要看清楚 才不会找错 大家先观察一下 第二个任务要找的轮胎 是哪一种车子的呢 不是脚踏车 也不是机车的 哦 是汽车的轮胎 所以一共要找出 10个汽车轮胎 这个简单 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找吧 先找一找汽车在哪里呢 这里有红色的汽车 有1 2 两个轮胎 这里也有3 4 然后是蓝色汽车 5 6 7 8 9 10 一共是10个轮胎 都找到了 耶 小朋友 你们也都完成任务了吗 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挑战 更好玩的游戏吧 哈哈哈哈 我是小帮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水晶姐姐 还有我们今天的小帮手是 哈喽 我是佩哲 佩哲 我们今天要来做披萨咯 你有做过披萨吗 没有 那你有没有吃过披萨 有 有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披萨呢 番茄口味 番茄口味 太好了 我们今天要做的披萨呢 叫做玛格丽特披萨 里面就会用到番茄哦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 需要准备的食材呢 就是番茄酱番茄片 起司跟罗勒叶 就可以完成玛格丽特披萨了 那我们就先来戴上手套吧 拉紧 好那等一下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是要把我们的饼皮涂上 好香好香的番茄酱 那我们会使用到刷子 然后沾番茄酱把它涂上去 那我们来请配蒸试试看 哇好像在画那个油漆一样的感觉 在饼皮上画画的感觉 好漂亮哦 那我们沾番茄酱的时候也要注意 一次不要沾太多 然后没有涂均匀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咬到一口 哦番茄酱的味道会很重 所以我们要把它涂均匀 让每个饼皮的地方都有沾到番茄酱 好完成了吗 太棒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的食材是番茄 好番茄是这一盘 那我们把番茄放到我们的饼皮上面吧 那么一片一片放 我们尽量平均一点的放 不集中在其中一块 这样子拿到每一片披萨的人 都可以吃到番茄 那接着我们要拿的是 起司 是不是你很喜欢的起司 好来 等一下呢 我们就把起司抓一把 然后可以撒在我们的饼皮上面 再给你试试看 所以丁姐姐也来帮忙撒一些 把边边都补上起司 那我们最后要放上的是罗勒叶 没有听过罗勒叶吗 没有 罗勒叶是这一个 芭格丽特的披萨呢 上面会放罗勒 那我们可以拿几片罗勒 把它放在上面 好完成了吗 太好了 那等一下水晶姐姐就赶快把这个披萨拿去烤咯 有没有觉得这个披萨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准备要来做第二个披萨咯 那等一下呢 我们一样要先涂上番茄酱 那之后我们会加上我们的配料 佩甄要来仔细听咯 等一下我们的配料呢 是三片番茄 四个蘑菇 五个青椒 六片火腿 最后最后要撒上我们很喜欢的起司 就记得了吗 所以那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涂番茄酱 直接涂到上面 再涂均匀 佩甄做的披萨一定会很好吃 好我觉得我们番茄酱差不多了 来我们来放上我们的配料吧 我们要放三片什么 花茄 那再来我们是要拿四个蘑菇 好 那再来呢是五个青椒 佩甄喜欢吃青椒吗 喜欢 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害怕青椒的味道 不过青椒呢 其实放进烤箱里烤过 还有加上其他的配料之后 会变得非常的香 小朋友也可以试试看 五个青椒完成 好那最后是什么呢 六片火腿 第三片 黏在一起要小心哦 第四片 五五 最后一片完成 哇我们的特殊披萨好丰盛哦 但是呢别忘了最好吃的起司 来我们撒上好多好多的起司吧 水晶姐姐姐也来一起帮忙撒 哇好期待我们的披萨哦 完成 好太好了 今天佩甄小帮手帮我们完成了两个披萨 一个是玛格丽特口味的披萨 另外一个呢是特制口味的披萨 那小朋友平常在家的时候 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试试看做披萨 很好玩哦 我是小帮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今天天气好晴朗 一起来到草原山 往儿吹来争争花香 放出风筝去飞翔 风筝风筝张开翅膀 带我飞到白云上 小小鸟儿陪我歌唱 七色彩虹真漂亮 风筝风筝张开翅膀 带我飞到高山上 绿色草原随风飘荡 是我美丽的故乡 是我美丽的故乡 今天天气好晴朗 一起来到草原山 风儿吹来争争花香 放出风筝去飞翔 风筝风筝张开翅膀 带我飞到白云上 小小鸟儿陪我歌唱 七色彩虹真漂亮 风筝风筝张开翅膀 带我飞到高山上 绿色草原随风飘荡 是我美丽的故乡 是我美丽的故乡 我休息一下 庭再 Op 刘远草原随风筝张开翅膀